来到南投市的冷守公园 在门口就有制作一只假的松鼠 因为公园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成群的松鼠 会在老树上跑来跑去 或者是在树下蹦蹦跳跳 模样是相当的可爱 附近有很多居民都很喜欢坐在这里 看着松鼠表演 不过施工所也呼吁民众 只要观赏就好 不要随便喂松鼠 以免被咬伤 这里的松鼠一点都不怕人 有时候在树上休息 有时候在树下蹦蹦跳跳 观赏他们可爱的模样 对附近居民来说 是一项很享受的休闲娱乐 这里是南投市人寿公园 里头有一棵已经上百岁的榕树 对这里的松鼠来说 是最舒适的窝 总是三十几隻 多大小小吃三十几隻 那是有的人来放的 有的人一包一起吃过子 然后人无碍的时候放到那个 现在没人吃lik了 不以前牠和腰壞都會像這樣 然後腳踏那邊吃黑白菜 成群的松鼠是這裡的特色 也因此公園的門口製作一隻假的松鼠當作招牌 連圍牆也是使用有松鼠圖案的磁磚來黏貼 市長宋華林也希望民眾 如果有空可以到公園來看看小松鼠可愛的模樣 但是儘管不要隨便餵食以免被咬傷 那麼大家都看到我們的人秀公園 那些小松鼠非常可愛 其實那小松鼠幾乎我們從小就看著牠的 現在也都在那邊生活得蠻好的 在看到那邊跳來跳去非常的悠然自得 當然我們那邊也非常多的長輩都在那邊 白天就在那邊下棋或者甚至找一些朋友在那邊聊天 是非常好的一個休棋場所 所以我們很重視我們的公園的一個管理 我們也希望這些小動物能夠在我們的公園裡面 自由自在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這些好朋友不要給牠餵食 因為會有危險 那麼我們希望說小朋友也是一樣 就是去好好的觀賞牠就好了 不要太好奇心 那希望說牠就是我們的一個大家庭 我們融入我們這個公園裡面 讓他們看到我們的特殊的一個景致 那我相信說這樣對我們來講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在地的一個文化 就看到我們小時候的回憶跟記憶 來到仁壽公園 不只有許多松鼠可以欣賞 而且還有百年老樹 提供民眾折印 施工所歡迎大家有空 可以到這裡來走走 享受悠閒自在的時光